职者里面最严重的 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 第一个是控制 第二个是占有 我们对人想控制 对私也想控制 对有一切万物也想控制 控制的念头就是知识 占有的念头严重知识 占有之后不放手 占有之后不放手 他以后到哪里了 他决定到三我道 职者造成的六道轮回 职者越重就往六道下面 越往下沉 那个占有念头说 到死也不肯 那个念头都不舍 就到阿比地狱去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我们修行真功夫 真功夫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两点上准备 我不控制了 我也不占有了 等到你把控制占有的念头放下 你感觉到你身体很轻松 你很自在 无论学哪个法门呢 功夫都会得利 有严重控制占有的时候 你只生烦恼 不生智慧 无论怎么样用功 功夫都会得利 我闹着你身体很轻松 您购乱 你不能并且 我说我一天 我们修行真功夫 在我们修行真功夫 而我们修行真功夫 你不自在 与我修行真功夫